但是印象可能会改观 因为立法委员段一康就踢爆了国民党专华现场候选人 林苍敏是挂名理事长的曲棍球协会 疑似诈炸领补助款 林苍敏回应他不过问经费 可是对手为民股阵营就批呢 就算只是挂名这出事也要负责 结果证书大方接受祝福 担任理事长20多年 虽然遭到外接质疑 曲棍球协会炸领补助款 林苍敏还是找来协会人士献身力挺 我们一直不想谈这个为什么 因为体育归体育 不要把政治跟体育混在一起 我们希望说我们体育的事 我们假如说我们体育这边 我们的程序错误 我们就接受上级的 看有没有行政疏失 我们都接受处罚 但是绝对不要跟政治挂在一起 要大家把体育和政治分清楚 现场却还是动算声不断 对于补助款为何一千一后差距这么大 林苍敏表示并不知情 任何单向 我们是向来不敢以里面他的经费 只有是关心 一个人这么低级 从哪一位接触也不查清楚 他了解吗 张华的事他台北了解吗 回呛段一康搞不清楚状况 不过这样的说法听在对手耳里 可不这么认为 李市长挂名张是他的法律上 他要负责任的 然后他面临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负责 我觉得这样的人 你们觉得他适合当县长 抨击林苍敏出了事却不负责 就算李市长是挂名职位 法律上仍有责任 而林苍敏选在这个时机点 找来协会力挺 要消除外界疑虑 到底真相如何 选民自有判断 玉丹TV茄子民彭婉欣张华报导